又到了毕业季 台南成功大学日前举办毕业典礼 而就在毕业生准备上台致辞的时候 音响突然之间就没有声音了 让现场陷入一阵尴尬 结果呢 下一秒钟有一群人突然戴起墨镜 上台大秀舞技 原来不是音响坏了 而是毕业生瞒着校方 特别安排了这么一段表演桥段 让所有的师生又惊又喜 请第一次毕业生 上台发表毕业大学 国立成功大学毕业典礼 代表致辞的毕业生才刚准备走上台 状况就发生 音响坏掉发出刺耳声响 随后音乐暂停 空气瞬间安静 现场陷入一片尴尬 没想到下一秒 毕业生一个转头戴上墨镜 开始跳舞 底下学生和老师满头问号 原来不是音响坏掉 而是一群人特别安排的表演桥段 五名毕业生台上跳起 Sorry Sorry 勾起回忆沙 中间还穿插地板动作 大秀弹腿绝招 就有网友留言帽子都没掉耶 好厉害 影片在社群流传 已经突破十万人点阅 今天代表第二次 我也在想 我跟大家蛮不一样 其中最值得驕傲的是 我想我是全面的绝承 全顾全顾全顾 我第一个在一年内 我都在公司的一群人特别安排 带着墨镜讲出超狂致词 这名毕业生叫黄昭扬 实际找到本人 他是能源工程系的毕业生 因为传统的致词都看过很多了 然后好像也都长得差不多 所以觉得好像可以准备 特别不一样的一个致词 当下他们是还满惊喜 然后也有吓到 庄重的毕业典礼 被安排搞怪桥段 颠覆传统印象 也成功在所有毕业生心中 留下深刻回忆 具有横不齐台湾报道 台南安平镇城隍庙 日前正逢庙内城隍爷圣诞 而为此庙方还特别打造了 这个善恶石 庙宇内金碧辉煌香火鼎盛 尽管是平日 也有许多信徒陆续前来参拜 神明面前双膝跪下 诚心许愿 随后直出脚杯 但这可不是要求签 而是求这颗善恶石 小小石头上头刻着善恶 两个大字 甚至仔细一看 还透出微微绿色光泽 只要是用香灰 就是大家香灰所做的这样 然后就觉得很特别 拥有两百七四年历史的台南 安平镇城隍庙 日前正逢庙内城隍爷圣诞 庙方为此打造善恶石 信徒只要植出三个善恶石 就能将保平安的善恶石带回家 据了解善恶石是寝视城隍爷 起碑同意过后 以庙内如香灰打造而成 这回首次亮相五行绿右色 未来还会再推出其他颜色 那善恶就在一念之间 也是这次城隍爷特出这个善恶石的一个重点 我们当天白天就有很多人的祝寿 起归和拔归 那另外就是有一个庙口市集 庙方结合文创 不仅让信徒能够一起来陪城隍爷过生日 也期盼透过庙宇园塑吸引人潮 恢复地方昔日防华景象 接着陈边君 徐轩荣 台南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